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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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革命是土生土长的邓口人 自小在沙漠边长大的他 记忆深处除了无尽的风沙 就是一次次搬家 这些画面是杨革命记录下的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日常 就是这样一长长风沙 掩埋了他曾经的家 以前最早的房子七几年在那个沙丘那后面 这会让沙子没了 八几年我又到这盖了这个房子 住在这 沙丘又往前移 九几年又倒在前面 搬了三次 就在这个附近搬了三次 你现在这盖了房了 两三年以后沙子就来了 要买你的房子 连门都开不开了 再买你 人没法住了 乌兰布河沙漠以每年五到七米的速度扩张 生活在沙漠边的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公路 粮田 农舍 当地人口中的杀进人退 说的便是这番景象 与此同时 更大的危机逐渐显现 邓口县距离黄河上游平均不到两千米 每年从这里吹进黄河的沙 高达160万立方米 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的体积 长此以往 大量泥沙淤积在黄河下游河床 迫使河床抬升 形成地上悬河 这将大大增加黄河中下游洪水爆发的概率 几年前 国家发出了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的倡导 全国最大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在内蒙古西部的乌梁肃海流域应运而生 工程希望通过对流域内多方面的综合治理 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 对生态进行修复 阻止邓口县的黄沙吹入黄河 就是治理中重要的一环 种树可以从根本上稳固水土阻挡风沙 然而 像在这片沙漠种树却是困难重重 沙漠缺水 施工困难 意味着这项工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在城市等常规环境中 种树的成本主要来自树苗的成本和人工费用 而要在这片沙漠中种树 还要大规模饮水修路 运输树苗 如果种同样一棵树 在沙漠里的种植成本 是常规环境的整整六倍 乌兰布河沙漠面积约一万平方千米 一般来说 一平方千米需要种植树苗五十万棵 要想让这片沙漠全部被树木有效覆盖 一共要种五十亿棵树 所需资金高达几百亿 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 工程师们有了一个大胆设想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沙漠自己生出钱来 用这些钱继续制杀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缓解资金压力 这个大胆设想的由来 是因为他们听说沙漠中生长着一种神秘昂贵的植物 这些外形好像山摇 纹路似蛇皮一样的植物 学名肉葱绒 是一种名贵药材 野生肉葱绒极其稀少 一根七十厘米长 五厘米粗的野生肉葱绒 就能卖到上千元 肉葱绒需要生长在气候干旱 日照强烈 冷热变化剧烈且风大沙多的地方 年降水量小于二十五厘米的环境最为适宜 乌兰布河沙漠的最大年降水量在十五厘米上下 绝对气温差将近七十摄氏度 且中年盛行强风 种种条件均符合肉葱绒生长所需的环境特征 工程师们大胆设想 如果可以在乌兰布河沙漠中大面积人工种植肉葱绒 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用于后续的制沙工程 减少资金投入压力 而人工种植肉葱绒的关键 则和沙漠里另一种植物息息相关 在植被荒芜的沙漠中 这些高大的树格外引人注意 它们就是被语为沙漠卫视的缩缩树 地上这条细长的枝条 其实是缩缩树的根 与一般植物不同 即便是被大风吹得露出地面 这些根依旧顽强地活着 你看你看 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根系吹的 吹的以后倒了以后 它 这个根这么长 它们就有那个根活的了 活的了 对 它现在这个 现在它这个主干了 不是倒了以后 风吹的以后它倒了 它现在在这个底下又扎了根 又扎了一个根 对 这根怎么能证明它活着呢 像这个 你看它 它特别明显 这个 因为像这种的 它特别顽强 你可以看 它这个地方 以后可以把它的树皮扒开 你先 扒开 对 你看 是吧 你看 这个就 还是立的呢 对 是的 对 对 锁锁树根系发达 它的根可以扎入沙中 树米甚至石树米 强壮的根系 让它拥有极强的 除水抗旱能力 生命力十分顽强 这就是沙漠中生长的 缩缩树 它和工程师们寻找的 肉葱绒 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没有缩缩的时候 它是不会生长的 寄生在这个缩缩的根部 它就跟寄生床似的 它自己没有能杀 它必须得寄生在这个缩缩树上 肉葱绒必须寄生在缩缩树根部 才能成活 既然这片沙漠里 有缩缩树的存在 工程师们大胆设想 如果将肉葱绒种子 接种到缩缩树的毛根上 只要保证缩缩树 茁壮成长 就能提供肉葱绒生长 所需的养分 是不是就能人工培育出 肉葱绒了呢 最终 在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后 项目组确定了施工方案 想在沙漠中种植肉葱绒 必须先种缩缩树 在37平方千米的沙漠中 种1332万棵缩缩树 不仅可以有效增加 沙漠地表植被覆盖 起到稳固水土 治理沙漠的作用 缩缩林成活后 人工嫁接肉葱绒 可以连续20年 每年获得9600万元 至上亿元不等的收益 实现自杀的良性循环 然而 愿景是美好的 现实 却难如登天 沙漠中既没有路 更不通车 对于准备开展大规模 中树工程的沙漠区域 工程师们谁也没有进去过 为了尽早弄清 项目区内的情况 为正式施工做准备 张恩波不得不赶在 难得不错的天气 带着几位工程师 开车前往沙漠深处勘查 沙漠的路况顺其万变 可能上一秒还行驶在 比较夯实的路面上 下一秒就会陷进松散的沙里 而这一切 从路的表面 是看不出来的 哎呦 干嘛呢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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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下一条油门 下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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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摸地打 摸地打 鲜柔 不行 不行 哇 这么深啊现在 哇 咱先往后倒吧 往后倒应该好倒一些 咱车有敲是吧 有 好 这边好 这边好了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乌兰布河沙漠极其干旱 这里的沙非常松散 车轮转动反而让车显得更深 此时的工程师们已经深入沙漠四千米远 放远望去 荒无人眼 连方向都很难辨别 走与限车的他们究竟能否脱困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四十摄氏度以上的地表高温 夜日的持续滞口 以及随时可能刮起的大风 在沙漠中被困的时间越长 危险也就越大 呼叫救援 此时成为唯一选择 没信号这个 这也没信号啊 我这电信跟移动都都没有啊 全差 我上那个山邦 渔房上那个山邦的 赶紧俩去找找看上面有没有信号 试一试 有信号没 明白有没有信号 有信号了 有信号了 大家回来啊 你好 借助着微弱的手机信号 工程师将定位坐标 发送给了救援队 最终得以脱困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这次经历 是沙漠给项目组的一个下马威 工程师们意识到 前方还将有无数的难题等待着他们 限车之后啊 就是对这个这个 说这个沙漠啊 或者说对这个大自然有一种畏惧感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做项目 做项目呢 怎么来做 路通 水通 电通 以及这个 说这个 信号通 这个是我们这个项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像在沙漠种树 设备材料怎样运进去呢 路成了一切的前提 打通沙漠道路是项目组的首要任务 可是在沙漠中修路非常困难 因为松散的沙子很难成为坚实的路基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沙子变得紧实坚硬 不会松散塌陷呢 1995年10月4日 一条全长522千米的沙漠公路 南北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是中国在沙漠中建成的第一条公路 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 中国沙漠公路的修建 都沿用着当时的方法 用水来夯实沙子 为什么浇了水的沙子 就能变得紧实呢 水的下沉 来带动它的希克利尔和苏克利尔 一个相应的位置的变化 然后来达到咱们路基密斯的目的 由于沙力大小不一 中间会存在缝隙 因此沙子也就松散 而水在沙子里下沉时的力量 可以将沙力间的空隙尽可能的挤压 从而达到紧实沙子的效果 这是一段在沙漠中专门画出的试验道路 工作人员将大量的水洒在上面 经过阴湿后的路面看上去 磁湿了不少 随后经过压路基的碾压 测试后工程师发现 这样的沙路已经可以达到 作为路基的密湿度标准 但问题是 乌兰布河沙漠气候炎热干燥 夏季地表高温能够达到70摄氏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 水分蒸发非常快 一旦浇灌的水蒸发流失 已经压实的沙子会不会又变得松散 甚至影响路基的安全呢 眼前这些撒下的红色物质 是修路作业中常常用到的沙力石 把它们铺到已经压实的路基上 就如同在沙子上盖了一个保护层 防止水分快速蒸发和大风的侵蚀 多次试验后工程师们发现 尽管在压实后的路基上快速铺上沙力石 依旧会有2-3厘米厚的沙子 因为水分蒸发变得松散 沙力石覆盖沙漠的方法能行吗 松散的沙地能否承受汽车的碾压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不过沙漠施工用路和城市道路的建造标准不一样 这样的路在沙漠中已经够用了 这种用水来调和沙子的修路工法 因此得名水尘法 5个月的时间工程团队在这片沙漠区域里 用水尘法修建了30条用以施工作业的道路 随着这些路的建成 缩缩树苗的种植被提上日程 究竟在这茫茫沙海能否种活缩缩树 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揭秘 三中煌 三好 二中煌